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因为研究数据显示 未生育的女性幻想卵巢癌丰丰会增加 虽然是这样,但千万不要有误解 这不代表不生育就会生肿瘤 根据香港统计的资料 女性常见的胺症 女性卵巢癌是第六位 在香港大概每年有400宗新的个案 而发病的年龄中位数是54岁 所以女性也要留心自己的身体 因为卵巢在盆腔中 所以当发病的时候刚开始是没有病征 亦因此有三分之二的病人 发现有这个卵巢癌的时候 已经是晚期了 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有少少肚不舒服 有些消化不良 但慢慢的腹部就会越来越不舒服 甚至乎会肚脏 当肿瘤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会压到附近的器官 可能会引致尿频 可能会引致大便困难 也有些病人会在性交的时候觉得疼痛 还有也会有腰痛的现象 其实当肿瘤越来越大 或者是扩散到盆腔 便会影响正常的腸道鱼动 如果继续进食 食物不单止不能够被吸收 而且因为未能正常通过腸道 腹部会越来越痛 会越来越脏 同时大便减少 甚至乎没有大便排出 如果再严重一点 所食的食物还会吐出来 手术是卵巢癌主要的治疗方法 初期的卵巢癌手术之后 会按照其数决定 它需不需要进行辅助性的治疗 如果肿瘤有扩散的迹象 医生会考虑先做朔前治疗 将肿瘤缩小 以至到能够达到 切除所有肿瘤为目标 我们会称这个手术叫做 减积手术 英文是Debuking Surgery 理想的朔前治疗 加上理想的减积手术 对病人的治疗效果 和传活率都有正面影响 患者可以使用口服营养补充品 来吸收营养 如果在手术后初期 口服营养的吸收不理想 或者手术后 患者的腸道愚动 来恢复 医生会按照情况 处方植物营养治疗 补充三大最重要的营养素 包括氨基酸、脂肪和葡萄糖等 以及必须的电解质、维生素 微量元素和水分等 当中优质的氨基酸有助复原 而当中脂肪内的鱼油 亦有抗炎作用 請按赞订阅